高雄港區內出現了驚險的搶救畫面 昨天上午九點多 高雄港西方兩海里處 一艘騎鯨漁船被貨輪插撞之後 快要沉沒 船長就站在半程的漁船上 情況危急 海峻貨爆之後 高雄艦即時趕往成功救援 而目前正在追查肇事的貨輪 船長站在進水的漁船中非常緊張 因為漁船彷彿下一秒就要沉沒了 場面十分驚險 二十九號上午九點多 這艘騎鯨的漁船在高雄港西方二里處 被一艘貨輪擦撞 漁船船頭被撞掉半邊 開始進水 幸好海巡獲爆後 七分鐘內就趕到現場救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船長被接上高雄艦後 海巡人員也趕緊拿毯子讓他保暖 並將他送回高雄新兵碼頭 所幸船長雖拋到水 但身體沒大礙 你知道嗎 船長向海巡表示 貨輪擦撞到他的船後沒停下來直接開走 所以只能大概描述外觀不確定貨輪國籍 海巡表示會跟高雄港警總隊接續調查 追查肇事貨輪 記者陳煥宇 陳顯坤高雄報導 就算到了 海巡或風機